肯定还会挡住这个动作 然后对方拥不倒 后可以弹住 对 甚至不把后带这个动作 前手后手打开 它可以往后提 对 那么在我们 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动作 是应付对方 这种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散打的格斗士 只不过是用了掌 这个散打的格斗士为什么用掌呢 因为当我们两个人听互相打击的时候 我的身高不如他的身高 当他打到我的时候 那么通常来说 我是打不到他的 因为距离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在接触方式的时候 我们伸出一个指 有可能就够着他 当然是指的进攻力量 就肯定是不如拳的进攻力量大 但是呢 你可以通过一个手指的伸长 获得一个少的一个距离 攻击对方的眼睛 眼睛 烟火不微 所以当对方打击歪打击的时候 那么通常来说 我是比他要长一些的 所以呢 在传统武术中 无论是八卦掌心一拳 还是少林拳 唐龙拳 都是以指掌为主 而且在指掌呢 他们一起拿 抓住对方的缝 把对方抠下去 包括 这样的一些转罐的一个手法 所以呢 他只是做了很多的 这是用手指的做的一个动作 接下来这个动作 是防止对方踢腿的一个动作 例如当对方 重温 踢后腿的时候 那么两手 下防 这个下防呢 不像我们平常打脚把 对方踢 断 垄着 它是一个向后带走的力量 当对方踢腿的时候 首先 当对方打后腿拳 趴防处连续一遍 趴防处然后踢个后腿 这个时候往后带 这是一个往后带的动作 现在我们再做一遍 可以先打前手 前手 前手 后腿防处对顺持往后带的一个动作 然后呢 不仅仅往后带 还有往上提 现在再做一遍 前手 后腿打开 它可以往后提 对 通过这样的一种 圆圈式的方式 把对方的攻击给化解掉 以上呢 是我们做的 在插锤之后 这个动作 崩点 踢腿 这样的一个 螳螂船的一个用法